很開心這次可以來到民視新的節目來錄影 很開心能夠來到民視的錄影 其實我覺得錄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就是要每時每刻每秒讓大家站站緊緊 來這邊錄影感覺就是 錄影的時候你錄不好重新再來運 但是在音樂廳不行 在音樂廳我們演奏的時候 對音樂的感覺會一直持續下去 在現場錄影因為是一段一段來的 所以我們必須在音樂開始之前先培養好感情 那是需要花一段時間 音樂廳裡面就是演完一次就過了 不管好跟不好就是一直做下去 那在攝影棚裡面不好的話我們要重來 心理壓力其實也會越來越大 我們都會說第一次一定是最好的 對 重來的第二次第三次一定會有第一次最好的 然後你又必須不要耽誤別人的時間 所以我們都必須要很專心很專心 感覺上比演奏會還要專心 因為就是大家要求會要很精準 然後如果你有小地方錯誤的話 你可能就是會拖累大家要大家再重來一次 所以一種小細節基本上都非常非常的注意 就像老師講的感覺是比平時在演出的時候更緊張的感覺 在run過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心跳好快 因為一點操作都不能有 那在攝影棚裡面就是大家對著很多的機器在表演 那這個跟在音樂廳裡面跟觀眾一起演出的這個方式 其實也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在音樂廳裡面你可以觀察觀眾的反應啊 感受到現場觀眾的一個氣氛 然後腎上腺素的那個分泌好像比較 比較旺盛 比較直接 所以他的感受都是第一時間很直接 在棚內的時候你會開始很計較給一個音 然後就會不斷的想要NG重來這樣子 要做到更好 所以在攝影棚錄影也是一個滿大的挑戰 如果技術上來說那就是音效這樣 一般我們在正式的音樂廳裡面 他的回音會非常的大 那在這裡會非常的乾 所以我們演奏的使用的技巧會比較不一樣 會彼此聽不太到互相的聲音 我們還花了一段時間去適應這件事情 因為音樂廳其實是有所謂的天然的殘響 美好的音效 那在攝影棚其實是一切都是非常的直接 很赤裸 很殘酷的 所以其實也非常考驗我們大家每一個人的 演奏的功力 而且覺得攝影棚很厲害耶 哇那LED跟那個大螢幕搶也覺得超厲害 而且還可以變換非常多不同的圖案啊背景啊 而且其實我們的行政總監 那個時候他先來這裡看攝影棚的場地 然後拍照給我們看 我第一個反應說 哇這感覺很適合來杯調酒 總之呢 這是一個很棒的節目 我們一定要推薦給大家 一個全新的節目一個很有質感 很有內容的節目 從2月17號開始 每週日晚上10點 請鎖定民視頻道收看台灣的聲音